在今天很多谢HKD的邀请可以来到我们这个webinar的平台 去分享我们ASURE应科员的车联网和智慧出行的技术和应用 首先我简单介绍我们公司先 我们公司ASURE应科员在2000年成立 今年刚刚就20周年 其实我们是政府下一个最大的应用科技的研究中心 我们的目标和目标其实就是去帮助本地的业界 去提升他们的科技的竞争能力 也都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即时都可以立刻用到的解决方案 去帮业界去解决一些他们业务上的痛点 另外我们ASURE其实都想作为一个业界的一个桥梁或者平台 去促进他们互相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亦都从而去增加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的效益 那我们ASURE其实现在都有500多个研究的专裁 亦都过去其实都做了700多项的技术转移去业界 亦都做了800多项的专利 其实我们ASURE本身都有五个技术的范畴 包括了Smart City智慧城市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5G的技术 车联网和Smart Mobility智慧出行的技术和应用 也都有FinTech 金融科技 就包括了区块链 Cyber security 这些技术 亦都有Health Tech 健康 老人护理的科技 International Meditation 即智慧的工业 例如机械人或者系统自动化的技术 另外因为我们都是国家工程中心的香港分部 所以我们其实都有应用10成电脑的技术 设计的技术 首先我们今天的主题都是Farm Mobility 车联网 首先我给大家一些背景 其实香港在过去10年香港的交通意外有9.3%的增长 其实超过3分之2的交通意外 牵涉到行人和车之间的意外 当中交通意外的原因很多时候都牵涉到原来是和司机有关 例如他突然间撒停 不小心挑车 没有看盲点就出去 或者是爬头 超速 甚至超充灯这些情况 都是交通意外主要的成因 其实我们ASU 应该也有一个自主研发 在香港自主研发的世界领先的车联网技术 可以帮助到去解决这些道路安全的问题 也都可以提升到交通管理的效率 如果用回日常的生活例子去解释 其实就譬如我们驾车 我们司机去到一个路口 一个没有交通灯的路口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右边有没有车来的 如果这个时候更加 其实如果搭了一些很大的车 可能会挡了事战 那司机未必会看到右边有车来的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有通讯 其实可以通知到司机 原来现在有车来的 那么要小心一点 升海出走的路口 香港其实大家都知道 人多车多 很多时候的行人 很多时候都喜欢在车前车后 甚至车中间走出来的 这些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意外发生 另外其实我们去到一个大的路口 例如一个十字路口 或者有交通灯的路口 如果我们刚好前面有个巴士 或者有个大货车 其实它是会挡住了我们司机的自线 我们看不到交通灯的 那如果有了车联网的技术 其实可以直接将交通灯倒数的信息 其实可以投放在我们的车里面 那司机其实在车里面 已经看到究竟现在是红灯 绿灯 还是还有多少时间 那其实就可以防止到很多冲灯 甚至是看错灯的情况发生 那过去几年 其实香港都有很多牵涉到工程车 就是我们所谓的战嘴车的意外 那其实如果用到车联网的技术 其实我们可以 好像预先 比如200米之前已经可以通知到司机 原来前边已经有道路收到工程的 那其实可以帮助到司机 可以早上去作出一个反应和判断 那都可以避免到很多交通意外的发生 那所以车联网其实可以帮助到这些情况的 那什么叫车联网呢 其实就是V2X Vehicle to Affirm Communications 那Affirm就是一个X 其实我们就是说车和车 车和行人 车和基建 比如那些交通灯 或者车和网络的通讯 其实是说一个低延迟 可靠的通讯技术 也都透过车行人和基建 去互相一个通讯 一个本地范围的一个无线的通讯技术 去互相交换一些实时的讯息 和互相配合 去将露面一些实时的资讯 实时的讯息 或者实时一些 例如一些潜在的危险 可以通知到的司机 通知到的车 那就可以理论到一些交通的意外发生 那其实车联网技术 V2X其实大家不陌生的 它是我们的常用手机 例如4G 5G 那个标准的机构 3G PV所制定的 那现在我们在说用的车联网技术的版本 就是2017年的14版 就叫做LTEV 其实都是说一些车联网技术的应用 而其实在业界上面 其实很多大的车厂 电讯商 甚至是一些设备制造商 其实都成立了一个业界的 叫做Industry的联盟 叫做5G AA 其实就推动车联网的技术 和产业的发展 如果环顾世界各地的车联网发展 其实都很积极去投入这个技术 例如欧美 很多欧洲大的车厂 其实都已经将车联网的设备 放在他们新开发的车 另外 譬如新加坡 在2014年也都将车联网技术 纳入了他们发展 这个Smart Mobility 就是智慧出行的政策的方针里面 日本 内地其实都很积极去推动 很多车联网V2X的实地的测试 那香港怎样呢 香港其实在207年 香港政府其实都有一个智慧城市的蓝图 里面其实都有一个章节 讲Smart Mobility智慧出行 其实都有说利用车联网技术V2X 去帮助去改善道路安全 去增加交通的效率 甚至其实会出众一些 很多未来的一些车联网的技术服务 例如我们说的IvU Evco Unit就是说车载的设备 Electronic Road Pricing就是说地资道路收费 甚至是怎样用到车联网去辅助到将来 我们说的是自动驾驶无人车去做到很安全地在公开道路上行 首先看回我们Arsu 在这方面其实做了什么技术 或者有什么解决可以帮到大家 其实我们本身都有做很多车联网系统的软件 包括了很多应用 我们系统软件说的是端对端的 我们从车里面有软件 车端就是RSU那边 或者是边缘 甚至我们的区域管理和云天的管理 都有车联网的软件 道路的部署 甚至去到高速公路 甚至一些园区里面的车联网系统 其实我们都可以支持到 当然有软件也有算法 我们有很多不同用例的算法 应用 甚至交通管理智能的算法都有的 我们也有边缘的和云天的计算管理 例如边缘其实我们是在讲一些 将即时的道路的状态 和一些建议的警示 去发给我们车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有边缘的计算 另外我们会在讲一个云端 例如一些大型的交通的数据的处理 还有管理 甚至可以给一些道路的 例如市政府 或者是一些城市道路的管理者 去规划他们道路的安全 甚至交通的管理的改善 另外除了软件应用和算法之外 其实我们在讲车路协同 其实我们在想怎样将5G 或者车联网V2X 甚至是在讲边缘计算 去提升我们路面 基础建设的智能的能力 例如我们有一个感知的能力 通讯的能力 甚至有一个计算的能力 希望将更加多的讯息 实时的讯息可以给到的路面 去促进到更加先进的应用 例如自动驾驶这些应用 所以我们相关的研究 例如我们有视频的偵測 定位的技术 甚至一些我们叫做融合感知的技术 包括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感知设备 例如CAMERA LIDAR 激光雷达雷达这些设备 我们都有做的技术 现在我们都是业价最丰富的 道路安全的用例 实算法 其实我们都支持3GPP 和国家标准里面 很多不同的场景的用例 亦都很多在本地 甚至在内地 都不同的地方都已经验证过 如果说回我们车联网技术 其实我们在2017年 已经在香港实践做到第一次的车联网的测试 当时其实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就是HKT一起做的 这个是我们在科学园里面 在一个公开的道路 没有封路的情况下 我们很成功地做到5个用例的测试 包括了出路口 盲短设线 行人过路 一些爬头的招车 甚至一些坏车的警示 其实当时正直到夏天 这个时候 其实天气是很不稳定的 我们都经历了红雨 黑雨 甚至百合公投的情况 天气就不稳定了 但是我们的系统都很稳定的 可以帮助我们展示到很多不同的用例 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时在科学园里面做的测试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right front vehicle coming, do not pass right front vehicle coming, do not pass front left emergency vehicle right blind spot vehicle coming front pedestrian warning front pedestrian warning front pedestrian warning front vehicle coming intersection alarm front right vehicle coming 好了,我們在科研做完之後 好了,我们在科研做完之后,其实我们都去了世界不同国地去做我们的车联网的测试,包括了内地,英国,这样。 其实今年我们其实回到香港,我们会在香港的沙田的路段实际一个叫车联网的城市道路的测试。 其实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得到创新科技署,ITC和文书署的支持, 我们的项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去研究一下在香港部署车联网技术的可行性研究, 和做一些实地道路安全的用例的测试。 其实就是一个科研的延伸,我们从科研出发,经过我们的大老山隧道,去到石门, 再去到第一城,然后我们会经过大中条路,转去沙田市中心, 经过沿河路,经过沿沿和斜,到火炭之后再回到第一城,再回到我们的科学园。 全场大概是一个14公里的道路,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场景, 我们会在沿途的不同的路口的交通灯和路灯上面, 会安装很多不同的V2X的通讯设备,我们叫Rosa Unit, 也都会做很多和香港有关的道路安全的用例, 就包括了一些什么呢? 例如和车和车之间有关的, 例如前车后车撒停,坏车警示,盲短车线这些用例, 另外也都会有一些,譬如交通灯倒数,或者实时的路面情况的推送, 例如我们在说前边有收路工程,交通擠塞, 或者这些超速的警示都会去提示到的。 也都会在石门有一个路口,譬如在一个没有交通灯的路口, 小路出大路的情况下,我们会做一个这样的用例, 而行人和回旋处,其实在香港都比较特别, 其实我们都会做这两个用例, 因为这两个用例牵涉到我们会用到Firmal sensor, 即是热能的探测器, 以及会用到NIDAR激光磊达去做, 所以我们会在科研里实现这两个用例。 其实这个测试是希望今年的第三季完之前, 我们完成了安装的工程, 希望今年可以开始我们道路的测试, 也都欢迎大家到时可以一起去参与我们这个Trial, 去看看我们实现的成果。 除了道路安全之外, 其实我们在说车联网的系统, 其实都可以应用到很多不同的应用, 其中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应用, 就是电子道路收费,ERP。 电子道路收费在香港来说, 其实是绝对不合身的, 在80年代, 其实香港政府已经开始研究电子道路收费, 其实在2018年, 其实都提出了在中环地区去研究电子道路收费, 就是一些顾问的研究报告, 希望其实解释中环地区核心商业区一些交通测试的情况, 如果还观到我们现在的做法, 其实就等于隧道的收费, 其实是有一个大的隧道收费区, 也有好门架, 也有些收费站, 如果是世界做ERP的方法, 例如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都是比较尊重的, 其实如果你去过新加坡, 我们都看到市中心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隧门架, 这些隧门架, 其实上面就有一些无线的设备, 还有用CAMR去做的, 也都他们现在说的是ERP2.0, 他们希望去升级到, 可以用到这个GNS, 或者是GPS的位置信息去做到ERP, 但是如果看回我们中环地区, 其实隧门架, 甚至用回GPS的方法, 其实在中环里的可行, 这些地方都无可能, 因为譬如我们中环地区, 去山顶的道路上面, 例如百花街, 湾南街, 这些路, 其实基本上又斜又弯, 基本上无可能安装到一个隧门架,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可以我们自己香港本土, 一个容易安装, 灵活, 也都是低成本有效的, 一个ERP的solution, 不需要隧门架, 所以我们合作伙伴, 也是HKT, 以及一个内地的, 叫今日的, 他们是内地ETC, 设备最大的供应商, 我们一起合作去研发了一个, 不需要隧门架的, 在电子道路收费的一个方案, 其实它合成的技术, 就是用UWB, 就是超宽带无线定位技术, 其实你们现在看到, 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的, 就是说, 我们会在中环不同的周边地区, 装一些偵察区, 其实只需要4G的分处, 安装一个叫UWB的机站, 都可以安装一个V2X的通讯设备, 去组成一个叫做本地的无线通讯的网络, 其实就是为了UWB的机站, 去互相传递, 和同步一些定位的讯息, 只需要我们在车上, 就安装一个, 好像现在看到的UWB的TAC, UWB的TAC有什么用呢? 其实它是发射一些UWB的讯息, 当这个车进入了收费区或者偵察区, 其实它会发射一些讯息, 当我们的UWB的机站收到这些讯息之后, 其实只要用三点的定位计算方法, 就是准确性, 就可以定到它这辆车的位置, 也有一个定位的精准度, 其实是说的是厘米级别, 就是厘米级别的精准度, 那我们也可以将整条车, 在车车里面的路径, 都可以记录到在系统里面,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知道, 究竟车是什么时候进来, 还有什么时候进来, 也都知道它在哪个位置进来, 只要知道它进入中环的时间, 和出中环的时间, 其实我们的系统就可以做到一个收费的功能, 我们其实在科学园, 其实都建了一个UWB的测试, 其实都做到很多不同的测试, 例如速度, 发射的频率, 容量, 定位的精准度, 甚至天气, 和这个信号的遮挡的测试, 其实到现在测试的结果都很理想, 我们的功能上边和性能上边, 都可以满足到我们在中环做到ERP这个功能, 现在就和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ERP的一个短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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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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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们那些物流的货仓、工厂 其实都可以用到UWB的技术去做到这些这样的场景 我们之前其实都有很多客户 跟我们说有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去联络、跟我们谈谈 除了刚才说道路工程、电子道路收费、交通管理、公路管理之外 其实都有些特别的项目 或者特别技术都可以用到车联网技术去帮助到的 例如机场的场景、铁路的场景 其实都希望可以用到车联网技术 可以帮助到他们可以更加安全地 他们日常的车或者交通的运作 另外最终的目标当然我们讲的是 如何用到车联网技术去帮助到 暴人駕駛或者自动駕駛 我们讲一个叫做Connected AV Connected Autonomous Vehicle 其实很多世界大的车厂或者政府其实都有共识的 就是说其实如果要发展AV 就是说自用駕駛或者无人駕駛 其实必须有CV 就是说Connected Vehicle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现在单靠自用駕駛或者车里面的感觉 其实有些很复杂的场景 其实他们未必可以处理到的 例如我们看到一些回旋处的场景 十字路一个场景 甚至交通灯这些场景 所以我们需要有车联网技术 去将路边的基建去提升 去有一个智能 去将更加多的数码的讯息 去路边的讯息 给到一个自动车或者一个无人駕駛 去帮助到它做一些判断 去冲破一些不同的复杂的交通场景 例如去到回旋处 其实我们可以安装一些讯息 可以帮助到它检查到 究竟无人駕駛里面的车的位置 速度和方向 这些讯息 其实给到的无人駕駛 其实可以帮助到它 如何进入回旋处 或者出回旋处 我们希望都能做到这方面的研究 因为我们去年Earthree 其实大家都可能知道 我们拿到香港第一个无人駕駛 在公开道路上行的牌照 今年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级 就是一个原生 在园区里面做多一些和CAV 就是Connected AV有关的场景和测试 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希望做到的发展目标 所以因为时间有关系 我都不可以每一个项目 去和大家很详细很具体地去谈 或者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联络我们 我们可以再深入一些去交流 多谢大家